请诸位同修先开参考资料上册一百二十二页 参考资料上册一百二十二页 我们接着学习陀罗尼 上一次跟大家汇报陀罗尼的第一个法陀罗尼 我们接着看第二种 亦陀罗尼 于诸法之意 总持而不忘也 前面第一种法陀罗尼 是对佛所讲的教诲能够记诸 而这个亦陀罗尼是说我们理解力很强 不但记得住 还能够听得懂 如果听不懂 那怎么能够做得到呢 所以第一件事要 解如来意之后 它才能够真正落实在生活当中 古人常说解形要相应 那这个对经教的记忆跟理解 这个也不要去勉强去做 像有的人呢 他就刻意要去背经 有那个背经的想法 它也是一种执着分别 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把经文 自自然而然都记住呢 很简单 就是一直读 一遍一遍地去读书 一遍一遍去听 读久了听多了 自自然而然呢 就记住了 自自然而然呢 你就听懂了 很巧妙 第三个 咒陀罗尼 以禅定发秘密语 有不测之神焉 为之咒 在佛经里面 一般有三种题材 一个是长行文 还有咒语 以及呢 祭诵 大家如果看过 《嫩言经》 里面就有很大一段的 《五会嫩言神咒》 一直到现在 很多道场呢 他们做早课的时候 都会念嫩言咒 大家有没有念过 真的大家 在这个佛堂里面 一起念的时候 那个是 射数率很强的 禁中呢 也有 往生咒 所以 不同的经论呢 都有 种种的咒语 那这些咒呢 如果我们求问 印度人 他们懂不懂 不懂 为什么 因为这个咒里面 有很多话 不是人话 这说真的 不是人话 那不是人话 是什么话呢 是天话 天神的话 是鬼话 鬼神的话 什么缘故呢 因为佛讲经呢 不是指对人而说 因为现场 还有其他的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天地鬼神 他们也来参加 这个圣会 那佛呢 为了表示 是对这一类的众生 特别尊重 就用他们的 自己的话 讲一讲 感觉到亲切 所以 咒陀诺尼者 于咒 众吃而 不失也 一般禁中 都是用这种方式 来修持的 第四个 忍托诺尼 与法之实相 安住 为知忍 这个忍 是把我们的心 安住在实相上 这个忍 是认可 同意的意思 也就是 佛所讲这句话呢 我们丝毫都不怀疑 对佛讲的话 完全相信的人 那不是一般人 有两种人 他做到这一点 哪两种人呢 上上跟人 还有一个就是 下下跟人 他一听 就能够相信 就能够理解 就能够奉行 就能够证悟 那个下下跟人如何呢 忠然不懂 他也肯去做 这个太了不起了 那这个当中的怎么样呢 就比较麻烦一点 听了之后 看了之后呢 他有提不完的问题 您刚刚给他答了 第一个问题 他又来第二个问题 佛很慈悲啊 总是呢 很耐心的 为大家详细的解释 要解疑 破获 这是四种图论理 我们就看到这里 在后面的注解当中呢 还会简单地提到 现在请大家 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来看注解 三百三十三页 三百三十三页 第二号 制度论约 陀罗罗尼者情言 能持或能遮 能持者 即种种善法 能持 令不善不失 譬如 晚气成水 水不漏善 这是引用 大制度论里面的解释 他就说呢 这个陀罗尼翻成中文 情言就是中国话 翻成中文是 能持 能珠 什么叫能持呢 是能够使我们所有善法 不会失去 就好像一个完整的容器 他装水 不会漏掉 其实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这样子 要达到这样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意思呢 能珠 又是指什么呢 恶不善根心生 能遮 能遮 不令生 凡事不好的 想法 念头 像贪嗔痴了 自私之利 这些东西 一冒出来呢 要尽快地把它遮 这个遮就是止住 禁止 的意思 这是佛家常说的禅定 所以中文大德讲得好 不怕念气 只怕 绝持 我们今天所用的那个遮的方法 很简单 不管您是善念还是恶念 通通都用一句佛号 把它们取而代之 若欲作恶罪 假如这个人 他起心动念 言语等等 违背了五能五常四为八德 违背了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四色 普贤十愿等等 赶紧的用一句阿弥陀佛 把它们更换过来 不能够使他相续 所以后面就说 持令不做 要保持住 不让这些恶业 在延续 发展下去 这就称为 陀努尼